台湾市最大的草莓休闲农场在今年正式开放 园区落实减碳永续的理念 将环保概念融入场域当中 不但适合环境教育 也可以体验农事生活 让大家近距离接触大自然 在疫情期间规划新建的草莓休闲农场 占地三公顷 在今年正式对外开放 农场空间规划由草莓温室 DIY教室及生态池 采用环保永续的概念 建构都市中的农场 让大家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大自然 像各位现在目前所看到的地板 它是用肺的所谓的尿布 尿布的边料 还有跟所谓的肺塑料 整个把它结合在一起 让大家有一个新的概念 也就是说像我们所谓的 保特瓶的这些不要的这些废弃物 我们可以结合这些不要的 这些回收的衣服 可以把它再生做成所谓的木栈板 农场还与台湾原生鱼类保育协会合作 建构了一处小而美的台湾原生鱼馆 供游客参观 里头介绍原生鱼的种类与生活基地 让游客了解到生态保育的重要性 此外农场除了在冬季生产草莓番茄 夏季也有无农药的瓜果蔬菜 提供亲子体验食农教育 从农场到餐桌的这些所谓的食农教育活动 他们可以从事喜爱欲 或者是做草莓披萨 草莓鸡蛋糕 像这样的活动 让他们了解整个食物的旅程 因为这个地方完全都是无农药采摘 草莓农场提供都市中一块环境优美的绿地 全馆采用水帘系统 透过水循环达到热交换的目的 让室内空间自然凉爽 目前全馆对外开放 不管是团体或是散客 都可以到这来放慢脚步 享受悠闲生活的乐趣